大家好,我是Dicky 前两天拍了一条影片,我今天就好一些了 因为经过一个特别的程序,我相信是 我收到我的手机,是一个非常准时,非常有礼貌的人 把手机送到我家门口 值不值得开心呢?这个我先不说 我觉得有责任跟大家交代,因为我之前两天 出了一条影片,告诉大家有关Samsung Online Software订机的事件 我觉得有责任跟大家去说 后着,发生了什么 事源就是在6号的时候,出了最上一条影片 在6号的时候已经有一个,我很幸运 有一个看开这个频道的兄弟 一直都是在PM我和我谈论计计的 他都一样买了这一部机 他就提醒我 他就 将会take a action 他出一封信 就是南韩CEO的办公室 那...他在6号的时候出了这个email之后 就非常之快 几个小时内 就已经有专人联络他 就说是会... 立即安排他的相机 他送他去那里 而他事实上真的很快 昨天已经收到他的相机 那... 因为我... 我6号那天我真的很忙 我没有空 那我就7号 那我昨天呢 其实我都出了这个email 主要是因为我真的对Samsung 这个品牌呢 是爱的 我喜欢他们 都不错的 这个质素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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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一些對客人的承諾 例如是包括維修中心的平均輪候時間等等 很多很多事情 我都不一五一十講了 大家都聽到很悶 OK 而我也是出了這個email 我不知道因為我這個email 一定是我說之前的那個兄弟 因為他都有跟Samsung表達過 他都對我很好 他就叫... Samsung有人打電話給我 喂? 剛才他很準時的已經送給我了 OK 謝謝你 有沒有其他東西? 我順便都想跟你講一句 我其實因為昨天打電話 上你們的customer service 我真的聽了84分鐘的音樂 都沒有人接聽我的電話 是非常痛苦的 這個是... 我不是怪你 我都知道其實是要公司的政策去改變 是吧? 但是... 如果你是一個客人 你真的... 沒有情情 不會打電話給你們的 而且打電話上去 不是想製造麻煩 是想解決問題 可能講兩句話而已 但是聽八十幾分鐘 我的電話聽到沒有電 我才... 我都已經沒有辦法打電話給你們 就是這樣 是很痛苦的 對客人來說 本來那件事是沒有那麼憤怒的 都變成很憤怒的 我現在全身都是音樂細胞 我變成了一個音樂人 我知道... 你不需要再跟我說不好意思 不關你的事 不只是你的事 這個是你公司的管理層的事 我明白的 OK 這麼巧我現在其實是在拍片 哈哈 那就... 那我不阻礙你時間了 我相信你都有很多電話要處理 OK 好,拜拜 真的沒法沒假 真的是Samsung的電話來的 我開給你看看 等一下... 剛剛打來的電話 真的是Samsung打來的 OK 不知道看不看到了 你相信我吧 看看這個頻道的人 我想我也值得信任的 他都對我很好 那... 這位兄弟呢... 都... 去... 就是... 跟Samsung說 叫他幫我這個案子 這樣... 我不知道是因為這個兄弟 大脅我還是 我真的這個電話發揮作用 總之呢 就是... 昨天... 是有人去... 即是... 又是幾個小時內 已經有人聯絡我了 我會特別幫我安排 去... 去Samsung的人 強調去Samsung的人 直接會派送給我 這樣... 那... 事實上呢... 我今天呢... 上午的時候呢... 他們... 有講完時間的 是非常準時的 而且送貨給我的哥哥呢 是... 非常有禮貌 我真的忍不住 我要說一句 他的禮貌是好過... Customer Service 某一些人 不是全部不好 就是這樣 那... 但是... 你見我呢 是不是真的很開心呢 不是 因為其實真的有很多庫主 那... 我想聲明 我這個E-mail 不是想鼓吹大家 跟我們做同一件事 就是... 發個E-mail 去CEO Office 因為我也很體諒 他的CEO 其實很多事情要面對 Samsung 又要跟別人競爭 做他們的晶片 又成... 都已經很大問題了 是不是 那... 我們... 如果是... Samsung 如果你是... 因為你這個服務承諾 不對現 而將這個... 將這個災難 搬去CEO辦公室 就很麻煩了 真的 整間公司都被你搞垮了 就是這樣 你想一下 因為一個銷售 就是... 我順便 給我提一提 給我發兩句... 勞騷吧 好嗎 就是... 如果你... 香港代理的高層 你們的管理層 不如... 就是考慮一下 你們真的用錢 去買一次你們的貨品 跟著去經歷一下 這個... 顧客的... 需要經歷的事情 那你可能會極快速 以及直接知道 公司在什麼地方 是有一些急需的改變 這樣的... 我隨便講一點點例子 這一部分我其實是沒有準備的 不過... 從心而發是很深刻的 例如... 你的客人... 好像我昨天這樣 我打電話八十幾分鐘 是八十四分鐘 都聽不到 那怎麼辦呢? 你的客人是有多痛苦呢? 我... 我真的聽到... 全身上下的細胞都變成音樂細胞 我現在簡直是一個音樂人 我相信香港突然產生了很多音樂人出來 昨天... 就是這幾天 這樣啦... 但是你又不要... 只是... 就是... 喔...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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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的 因為... 為什麼... CES看不像電話呢? 其實就是因為有些解決不來 不合理的情況之下 他們沒有公司去解決 那他們的電話就收不到線 收不到線 後面的電話咯 是不是? 那這個問題是不是在他們那裡呢? 他們已經做到死了 那... 銷售團隊... 那個... 成績表 是否只是看銷售成績呢? 不需要對後著的 procedure 負責任呢? 那這個... 是否要考慮一下呢? 如果銷售團隊做了出來的事情 是對公司災難性地 不合理的 procedure 是帶來另外一些部門的問題呢? 那銷售團隊是否需要負責任呢? 那這個又要考慮一下 那... 其實我不說這麼深入 因為我都沒有收到公司的工資 那... 連我這些草根階層 都會想的事情 那... 你找十萬八萬一個月的高層 管理層 是否都應該考慮一下呢? 是吧? 就是這樣 作為一個客人 投訴無門 求援... 求援無門 那... 可以做些什麼呢? 有些人... 我知道真的... 連睡覺都睡得不安樂 覺得被人找笨 不是因為那些錢 我相信那些人都不是等那些錢開飯 但是覺得被人找笨那一條氣 就很難相信的嘛 明白嗎? 就是... 我在上條片下面也有些人留言 我知道可能都是出自一番好心 沒有惡意的 他們告訴我 哦... 大致內容呢 就是我們... 呃... 那個叫做什麼 我們體諒一下 在疫情之下 我們體諒一下 OK 呃... 我覺得這個不關疫情的事 第一個Point 就是... 你在很多社交媒體 很多討論區 甚至乎 我這條片 我對上那條片下面的留言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苦主有多少 這裏只不過是冰山一角 大家已經很斯文的了 我覺得在我這條片下面留言的人 是很斯文的了 你試試去連燈看看 是多火爆 呵... 啊... 就是... 體諒 你叫我看一兩間公司 而它的經營手法呢 在我印象裏面 是黑店才會這樣做的 怎麼做呢? 是... 單就繼續收啦 錢就繼續賺啦 但是貨就... 不是去... 很緊張去兌現承諾給客人 那... 除了黑店 還有什麼地方是會這樣做的呢? 那... 不如你告訴我 好嗎? 那... 我不想冠以一個名 它是黑店 但是我覺得很相像 好嗎? 呃... 我不說太多了 這一條片 我也是... 沒有想著要在這裏發洩些什麼 但是呢... 我想跟大家... 啊... 看開這個頻道的觀眾說 其實... Dikikok TV 都很想跟三星呢 做好朋友 那就... 啊... 有新產品的時候呢 大家沒有的時候 我就拿到機啦 可以去試啦 可以去介紹啦 這樣就更... 那就受歡迎啦 其實我也很想的 但是... 我覺得人格都很重要啦 就是... 將... 將我經歷的事情 將所有... 對大家有參考價值的事情 真實... 真實... 老實地跟大家說 是... 都非常重要啦 就是這樣啦 但是... 我... 我覺得我做的事情是正確的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啦 好啦 講到這裏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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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花太多時間 但是... 很想跟大家講呢 其實... Dikok TV呢 是較早之前呢 如果有... 有看IG或者Facebook 其實都知道 我發放了一些相片 是幾特別... 幾有趣的 也幾精彩的 可以說是 其實... 我是籌備了 甚至乎是... 想著組織一個團隊 去做一個系列呢 就是... 和大家玩... 電話啦 尤其是視頻那方面啦 可以開開心心 不需要一定是22 Ultra那些新机 不需要甚至乎一部四年前的手机 你可以真正上去我的IG或者Facebook看看那些相片 四年前的手机都一样可以拍得很精彩很开心的过程 我就是想做一个这样的系列 跟大家开开心心 事实上我现在都未平复到的 其实我就算收了一部机 收了一部机在这里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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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顺便说 他开始说没有插头突然间不知为什么会有货 那... 唉...不说他了 继续 对了 那这个系列其实就是跟大家讲一些技巧 一些小提示 就已经可以玩到一些相片都挺精彩、挺有趣、挺开心 但是疫情就真的很大影响 因为有些兄弟直接是家人都中了招 被迫的那个拍摄是真的有所言误的 但是我们都会希望尽快可以制作到这个系列 希望得到大家支持继续看下去 好吗? 那我尽量会安排快些可以制作到的 让我平复 给多一两日时间我平复了这个心情 因为这个买机的经历 这个经历真的实在太过努心努力了 帮忙 将这条片分享给多些的人 不是这条片 尤其是上一条片分享给多些的人 让中伏的人尽量减少 呃... 造福一下大众 就是这样啦 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